大家好我叫婕魚 那我先簡單分享一下我自己一路以來的故事 我其實就跟大家一樣 就是從小就老師就說你要乖乖念書以後才可以找到好工作 所以我記得國中的時候老師跟我說 基策就像一條大恐龍 所以你只要考過它 你只要上了高中就可以解脫了 然後我就對此深信不疑 結果我上了高中第一天老師跟我說 同學們上了大學你就解脫了 所以你高中就好好努力吧 也不要玩社團什麼的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 我那時候很錯愕 可是我覺得好像也沒有其他選擇 然後 但是我很難想像說我三年要這樣去過 結果在開學的兩個禮拜之後 我的爺爺就突然過世了 那因為我從小其實是爺爺奶帶大的小孩 所以他們對我的臉其實就像我的 親生爸爸媽媽一樣 所以那時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可是我那時候就問自己說 假如今天不是我的爺爺躺在那邊 而是我就在醫院的時候 那我會後悔我的一生嗎 然後我就發現 我覺得我這一生的過去都是 就是活在別人的期望裡面 然後就是或是這個社會 希望我成為什麼樣子 我覺得這樣的人生好沒有意義 而且就是我 我開始預想 假設我真的念完高中 我考上一個好的大學了 我可能真的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然後我結婚生小孩退休 我好像那個時候才可以開始做 我真正想要做事情 然後我就發現 這不是我要的人生 我只要做一場夢就好 為什麼要真的活在這樣的下面 所以我後來就受不了 然後就跟我爸媽說 我決定想要休學 那那時候剛好就是 音源季會我認識 在宜蘭有一所實驗教育團體叫人文 就是他們的教學理念 其實最主要就是行動學習 就是你不只是要讀課本裡面的知識 你要實際走到那裡面去學習 所以像我們可能就會 騎腳踏車還到 或是出國打工換宿 那在裡面的過程中 都是學生們要自己準備一切的事物 從食衣住行育樂 所以很有趣的 像是我們的Leader叫做行政院長 你下面要管轄 司法院長 文化部長 教育部長 那教育部長就是規劃 學生的所有課程 然後交通部長 就是要準備我們所有的機票啊 然後每個人也都會要負責住宿 然後跟吃飯 像我們出國就超解決的 一天只有 美金三塊的預算 就是因為我們要省錢 然後又或者是我們住 就是想辦法打地 就是用最省的方式去學習 然後去了解你想學的 所以像我們回來之後 我們都要自己做研究報告 所以我們就要上台做presentation 然後跟做書面的 所以我覺得在那過程中 讓我知道 我以前為什麼要學那些國書英字社 以前我覺得是沒有關係的 可是因為我真的實際去到那邊之後 我就會開始知道 我為什麼要學習這些 然後我們也很重視主題式的統整教學 所以我們就會有戲劇的課程 那他就直接請表演工作坊的導演 實際來指導我們作為演員 跟幕後的工作人員 所以甚至我們去巡迴演出 我覺得這在過程中 都是很棒的學習 那有一個比較好玩的是 在我剛去這所學校的時候 我媽跟我介紹了一位學長 他說 欸你們裡面學校有一個人 他從14歲開始拍一部紀錄片 叫不想考基策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天啊 他完全就要做我想做的事情耶 所以我一去到學校 我還記得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就說 我可以加入你們嗎 然後 他當然就是也很樂意的說 當然OK啊 只是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紀錄片已經拍到一個階段 其實快結束了 那他也發現說 其實紀錄片 算紀錄下了 就是我們看到的教育問題 可是他其實沒有辦法 真正解決那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他就創立了這個組織 就是叫 Awakening 那我等一下後面會介紹 所以我在那裡面 因為我們有做線上的雜誌 那大家都還是學生 沒有說真的很厲害的專長 那他們就說 欸我覺得你設計 就是你美術的美感好像還不錯 那以後所有美術設計都交給你囉 所以我自己那時候就 就是自己從Word開始排版 然後到最後自己自學的音底賽 其實這都是我在那過程中 學到的自學能力 所以畢業之後 我沒有直接念大學 當然也有一些原因是 所以我沒有考上大學 但是之後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我覺得這其實是個很棒的經歷 讓我學到更多不一樣的東西 那 Awakening 它是一個青年教育組織 我們其實主要在做的事情是 我們希望能夠 就是破解大家一般對於教育的迷思 然後讓大家看到 除了我們一般以為的教育 其實還有什麼其他樣的可能性 然後最後讓每一個學生學習承擔 去讓他嘗試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所以那個理念其實是 Find your spark, leave your spark, and spark the world 就是我們相信每一個學生 都有他最獨特的天賦 他一定可以去讓這個社會更好 只是很多時候可能會被體制給埋沒了 那前面不想考基策的這部紀錄片 其實後來因為沒有基策了 我們就轉 名稱就改為教學習的理由 那就是今年暑假有做群眾募資上映 有人看過嗎 有 OK 我們弄得超辛苦 我一直爆肝到死 對 然後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後來提出了一個很新的計畫 叫做繞道手術 那繞道手術的理念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過去會認為好的人生呢 就是你要考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學 最後才能找到好的工作 那其實是一個很線性去跟人家競爭的一個消耗模式 我今天就是要踩過別人贏過別人 我才可以得到這個社會的資源 那繞道手術的邏輯跟概念是 我今天不是去贏過別人得到勝利 而是我今天先透過自己的付出 可能我付出給你一分 我付出給他一分 我付出給你一分 那因為我付出給你們一分 你們可能每個人都願意再回饋我一分 那我就有三分的力量 然後我今天再用這三分去回饋更多人 它就會變成一個正向累積的循環 那也因為你有這樣的提供社會這樣的 就是一個好的地方 所以社會會看到 你是真的可以帶給別人就是貢獻的 所以他們會願意再投入更多的資源在你身上 所以它其實就會變成一個 自己開創資源的一個循環模式 那我們過去都會覺得說 要上大學 它才能讓你 就是我們上大學的目的是為了自我探索 跟我們要連結比較好的人 也就是台大的人可能會比較好啊 又或者是因為在台大 所以大家都很認真 我也會跟著認真起來 跟最後我因為有這樣文憑 可以得到好的學歷 可是繞道手術題上的概念其實是 今天真的一定要上大學 才可以得到這些嗎 我們沒有鼓勵大家不要去上大學 但是我們鼓勵大家去思考 你上大學背後的邏輯到底是為了什麼 如果你今天在社會上 你可以磨力到這些東西 那你真的還需要上大學嗎 可能要直接跳 對 好 那 所以我們提出這樣的概念之後 所以我們後來 陸續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坊 就是帶領青年 就是去思考這些邏輯的脈絡 那我們去年就是因為 學習的理由這部紀錄片被看到 然後就被不太乖教育節邀請去參展 對 然後我也是因為那一次不太乖教育節認識阿智 就是 就不太乖教育節的創辦人 那 因為不太乖教育節其實帶起了非常多的 後續的效應 那我也因為 我後來發現我覺得 我雖然在自學圈 磨力了非常多的能力 可是我 我也同時意識到 我覺得對我而言 那好像成為我的舒適圈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阿智說 欸阿智我可不可以 就去不太乖教育節實習 然後我 因為我知道他們的人可能也不會太多 因為通常教育圈的人都這樣 那我可能可以邊學習 也可以幫助你們 然後他就很 就是很 很free的說 當然好啊 結果進去才發現 裡面根本沒有人 就是 其實簡單來說啦 不太乖教育節 就是阿智自己辦的一個公司 他把所有裡面公司的職員 就拉去做不太乖教育節 因為他們是一個設計公司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的所有展覽 就是非常的棒 但他們裡面沒有一個人是教育背景 只有阿智是 他也是半路出家 他是學藝術 但是對教育很有想法 所以他就是一個 對就是這樣 所以呢 我們那時候 然後 然後因為去年不太乖 其實賠很多錢 所以阿智其實一直很猶豫 在要不要辦 加上他的會計 當然會阻止他說 你為什麼要辦這種賠錢的事 不然你可能會把公司高垮 然後所以他就很猶豫 我大概在公司半年多了 然後最後就是也是因為 也是一個不得不 所以我們後來決定辦了 然後我們決定辦的時候 其實在八月底 然後那個時候呢 負責這個案子的時候我跟阿智 所以後來就是一整個爆炸 然後就找人啊 對 那雜學校其實 很 我不知道大家對 現在對雜學校的概念是什麼 但我們其實想要描述的東西很簡單 是 今天你去學你 我們的slogan是 學你想學 學你想成為 就是我們過去都會覺得 有哪些職業是好的 所以我們要去成為那樣的人 才可以賺大錢 然後再回過頭來做你想要做的工作 可是其實以現在的社會眼鏡 然後跟各種 其實各方面都顯示 其實這樣的工作型態已經行不通了 其實你應該要找到 你真正喜歡熱愛的事情 然後去做 其實那對未來才會 真的有 不管是好的校園 或者是你真的才能找到工作 所以我們希望呢 是建構一個 0到99歲的平台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來到這邊 找到最適合他的學習方式 所以你會看到體制內的教育創新 例如說台大Disco 又或者是體制外的實驗教育學校 像是我的學校 華德福全人 這些一些我們可能知道的森林小學 又或者是校外以外的學習環境 譬如說台灣Bar 它就是一個校外 但是大家可能會很有興趣的一個 教育媒體 對 那我覺得我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就是 不見了 好吧 上一個 這個不見了 好 就是我這裡本來是一個雜 然後在雜的過程中 探索自己的幸運在哪裡 就是 我覺得 我 我後來沒有念大學 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是很迷惘 或是很徬徨 因為畢竟社會的壓力 或者是家長的 還是會覺得 你還是要有一個大學文憑 你才有辦法 就是在未來的社會生存或磨練 所以我其實迷惘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可是其實我後來發現 這當然也是 就是兩三年之後 我覺得 我慢慢找到自己在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是真的非常 對自己的意義 或者是對社會上的意義 然後大學對我而言 不是一個 非得必要 一定要去的一個選項 我覺得大家常常會覺得 就是 就是這樣做 你沒有其他路可以走 所以我覺得 我因為在這樣的過程中 學習到了 我覺得是真的是 我雖然什麼都沒有 可是我開始慢慢的 把自己的幸運種下去 然後會讓這樣的 的東西可以去發芽 去影響更多人 所以我覺得 這真的是一個 很棒的一個經驗 雖然中間會有非常多的挫折 或是迷惘 所以我還蠻想和大家分享一個 叫做自我改變地圖 這個是我們之前 Awakening提出的一個理念 就是 我有當人找到你最 人生中當中 你覺得最重要的三元素 你才有辦法找到 你這輩子 人生的使命 那它第一個 就是你的熱情 熱情的 這又不見了 就是熱情的部分是 你最喜歡做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你今天 就是非常非常喜歡做那件事 那再來專長 專長就是你 你今天很容易 就可以上手的一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事情 是你真的 你只要試過一下 然後你就發現 你做超級ok的 然後最後一個是 歸屬 歸屬可能就是你 你不自覺就會去關心的一件事情 或是一個議題 然後你就是 對那方面就是非常的嚮往 當你找到今天這三個中間的交叉界 它就是你這輩子的使命 因為我們常常 以前會覺得說 我今天喜歡畫畫 然後我就是 以後可能就是當個畫家 可是其實不一定 只要 因為喜歡畫畫 其實它還有非常多的面向 也許你以後 可以成為一個藝術建想家 或是什麼 然後再加上我們也知道 現在其實還有百分之五十的工作 還沒有發生 又或者是有些工作會消失 所以 其實我覺得 當唯有你找到 真正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那個東西才會出來 跟你這輩子 你會覺得你活得非常有意義 對 所以最後想跟大家分享說 我覺得 我覺得我在一路上的學習歷程 就是過程及目的 我可能很長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往哪一步走 可是我覺得 唯有當你怕 就是 你覺得你是走在你覺得 對的路上的時候 其實那樣就是一個非常棒的過程 因為 假如我們今天就是有一個目標 然後非完成它不可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一直 你只專注它 然後結果忘了過程中 非常多的意義 然後不小心不擇手段 那個其實是一件 我覺得會有點 忘卻你的初衷 或是本末導致的事情 所以 就是送給大家 專注過程 才不容易忘卻初衷 然後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future Change ourself Because we are the future 對 謝謝大家